李阿姨啊 您觉得这个证领了之后 王大爷她前妻如果突然生病了 她就不会回去管她前妻了吗 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对啊 所以那这证对您有啥意义呢 因为她现在在门外面到处找女人 领了证就不找了 她说我跟你说 只是朋友关系 又高兴她就说我找人 天哪 人品就是这样的人品 你指望用一张结婚证改变她 但是我眼睛瞎了以后她会管我呀 夫妻她会管你呀 天哪 她现在都可以跟别的女的 怎么怎么样了 你眼睛瞎了她会管你吗 她有责任 有义务呀 你觉得一张证就可以让一个人 必须要履行她的责任和义务吗 对啊 那婚姻法要求的呀 婚姻法那您为什么离婚呢 因为因为她打我呀 经常打架呀 所以我受不了我才离的 因为她不骂我 对啊 那这还犯法呢 家暴犯法呢 不照样犯法吗 因为我受不了那种打架 所以我才离婚 是 你受不了打架 你受得了外面找别的女人是吗 因为呢 我跟她脸是朋友关系 她在出去找嘛 如果结了婚 你就能保证 她一定不会在外面 找别的女人了是吗 她就找了 你告诉我怎么办 最近还要管我呀 所以您的要求特别低 就是管你就行是吧 对啊 我告诉你 敬老院 那眼睛瞎了怎么办 敬老院 敬老院呢 人家一对一 VIP服务 李阿姨啊 如果你只是希望 后半生有一个人 能照顾你 带你走路 不要给自己的儿子 添麻烦 作为妈妈我能理解 让儿子觉得放心 妈妈身边有人照顾他 儿子最放心的是什么 就是去敬老院 因为知道在那边 会有照顾的很好的 别的不多说了 就这样吧 谢谢